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樹齡 游馬爾 贏者 今晚呢 其實我們錄音都是很大装製的 我們給了一些怪異的入場 這個怪異 停電的怪異 吃電 以為不能錄音 今集又要停播 怎知道又有電 又有高手術人 又有高手術人 收服了停電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了 下個禮拜應該就到我們講 舊班 大家都預計到 多麼悲壯 原來四天王只有五一齋 四天王只不過是小卒 通常你看一些武畫片 四天王對上 還有三神二妖 一殺 為什麼一殺擺頭 是龍虎門 不好意思 說這個 舊班之前 我們很久都沒有講過 九惟鳥的系列 但這次其實 又不算是講輕小說 這次講這本書的作者 其實我們曾經也介紹過他另一本書 那本真的是輕小說 就是九S的 劍山頭 我們今天要講那一套 其實就是 另一套作品 之後的作品 其實是青年向的 其實他打那個主流群 他不算 在定義上 不算是輕小說 他應該是 書也是這樣寫的 他的定位是輕文學 不算是輕小說 因為他沒有圖 就是這樣 封面就是圖 即使現在冰果也是有圖 封面就是圖 你不能這樣算有圖 就是輕小說 現在的重新出的文學 都是輕小說 所以角色的特色 又會比較傾向 就是輕小說 我們見開的一些 即近一點的輕小說 有些動漫元素的感覺 在裡面 即使你看到 就算是冰果也好 古事堂手記 那些類型 這些書籍 其實開始慢慢 其實你看到封面 其實傾向了 輕小說化了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看這些書籍的時候 你腦裡面 其實很容易幻想到 動畫 動畫的畫面 應該怎麼做 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就算是 去到更加Hardcore 的 人間失格 他都曾經重溃過封面 變成一個 我可能拿一本書籍 咦 什麼來的 人間失格 不是文學書籍 為什麼 太左致 為什麼那個封面 這麼漫畫 其實我覺得 真的騙到一些人 咦 什麼來的 尤其是封面 裡面是熟悉的畫師 買了之後 你就落了答 因為大家都知道 買書就是買了就贏了 不是 這些我覺得是市場策略一種 純粹就是用圖 來吸引更多的 即是看書的 這些 去看他的作品 其實很容易這樣說 其實我會覺得 你沒有說以前你中國 稍微有些背堂下去 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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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我們今天講《靈能者》的這本書 其實是阿葉山頭 當然 你知不知道我覺得他是什麼呢 他是覺得 9月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動畫商來找他 不如我開一套另一套作品 就好像爆慢那個 他沒有動畫出 我想萬一出版的時候 沒有能力推他 沒有關係 不是 爆慢那個也是這樣 他之前第一本受歡迎的作品 就是描述一個欺詐詩的偵探 那時候就是因為負面的元素所自不受動畫商的侵賴 所以令到他們的動畫夢失敗了 這樣就應該寫一本贏了 如果以彭萬的理論這本是更加不可能動畫化的 那我不知道 那這套作品其實同業三代 其實之前我們曾經說過9S 因為可能本身兩個作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次是另一個做主導 另一個做輔助 其實你看到 我不會說北風 故事走向大光的方法 跟9S是自然不同 9S那種其實是超龐大的世界觀 再加上很多大量複雜的設定 三三五六幾乎每一個人 他們的特殊力量都是一套特別的系統 或者現有的科學再進化自己再想像的空間 所以他每一個角色出來 或者每一個能力出來的時候 他都要花費很大的篇幅 去解釋他的設定 這個能力究竟是什麼 你再跟其他能力對狀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的反應 這個是9S 可以說是他獨特的地方 也很考慮本身就是作者駕馭設定的功力 因為很多時候 最終大家都聽過 我們無雙其實我們說 很多作品根本是空有設定 用不到設定 還要自己打自己設定 自爆 我覺得他是計算型的作者 是的 他是觸得住這些設定 但是 其實9S的話 9S的話 其實我是嫌他太臃腫了 雖然我是一個設定的愛好者 我也嫌他的設定略為臃腫了 所以顯得好像失了招 你不會覺得有一兩種 是你需要特別去focus的力量層面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9S裡面 我比較覺得 我未去到很喜歡這套作品的其中一個原因 9S和這套《靈蘭者》有個分別的地方 就是9S很大部分的劇情 會依賴一些他新設定出來的東西 但這套就似乎他集中 不是說他那兩個作息 即是一個勇氣一個沙爺 他有什麼能力去解決那件事 純粹就是說 他怎樣用一個 我不用這些法術 去對付這個耳鬼 他用的方法 都是我們現在知道的科學技術 這套作品 其實在說的是 作為一個沒有任何靈力 或者沒有靈事能力 沒有法力的一個叫九條咒的人 他就怎樣靠一個普通人 都能夠解決的方法 去怎樣去解決一些神怪事件 就是這一套裡面的核心 那你會見到 就算在這一套裡面 並不是說沒有什麼神秘詭異的力量 相反是有的 或者是法律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有 但是你會見到這一套作品 它有一個傾向就是 它是不會去解釋什麼叫法力 什麼叫靈力 怎樣來靈力的來源 很少 你會見到就是 無論在這套書裡面 其實集中在幾個角色裡 好像第一卷開始的 就會在這個 除了九條之外 就有兩個少年的少年 一個小孩子 勇氣 還有一個少女 沙爺 其實看到就是 他們也有他們的力量 但是你會見到在這套作品裡面 因為我一開始一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 咦? 他不去解釋這套力量 當然我覺得 因為本身的重點在於 就是 九條咒 故事的主角 怎樣用 不需要用靈力的方式 去解釋他就是 你怪異 靈異事件 不可思議的東西 怎樣去用一些科學 可以說科學的方法 因為你其實看其他的作品來講 譬如說 你說到靈異的時候 他通常用那個角度 就是說 我要有相對的力量 他才可以對抗這些 那麼詭異的東西 那麼這套作品 反而 剛剛相反就不是 因為輕小說 他們想打鬥 現在你看 零力 零力就是打 放光速波 不是 打一打就變成 沒有什麼 對 這套作品 就沒有這個問題 其實很有趣 為什麼我一開始 我會被這本書 吸引到的原因在於 其實 九條咒 這個主角 他作為一個 他是一個理性分析 一個事件的人 他不會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概念 他任何東西都是用一個 宏觀的事點 但是很有趣 如果以我們現實的觀點來講 靈異事件 怪異事件 本身就不是一件 可以理性分析到的事 而九條咒 甚至我覺得 在這個故事裏面 他是完全理性主義者 即是他覺得任何東西都是 可以有 應該說 他都是一個 物理法則 能夠形成出來的東西 但是他又不否定 怪異這件事 其實本身你看到 他的概念 他又不是好像 一些我們可能 一些作品裡見到 一些所謂 我不相信鬼怪的東西 他又去 不停可能 就好像說 提出證據 找一些證據證明的東西 不是鬼異的 是的 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現象 而九條咒的角色就是 他不是否定 他是相信怪異的存在 他是予以怪異這種存在 是一種肯定來的 不過是說 他們產生這些所謂的特殊的力量 或者一些 令到世界產生一些 不可思議的事件 究竟怎樣來呢 事出必有因 而他相信 這些能力 全部都是經由 物理法則可以解釋的東西 因為他本身都是 地球物理法則可以解釋的東西 都是 所以《花俠》這個詩十順 也是一個 而去到其中有一點 其實 譬如說 怎樣去產生這種力量 好像說 其實一開始的怪異 那時候 疾 疾 他的速度 和他的發生 就是 煙號作品 有一件事 叫做什麼 也沒有用九條咒去解釋 他們怎樣去得到這種 產生這種力量 即是 如果這種所謂的力量 都是科學法則的話 他們獲得這種力量 其實應該是 用一種叫做物理法則 這個世界 是有方法令到 賦予到 某一些東西 可以得到這種力量 他是在這一點裡停了 他不會深究 因為如果是 如果是深究這件事 的話 他講多久都講不完 就是好像 你萬人力和 相對論這樣 他不會解釋 為什麼這個世界的時間 會流動 一定是我們心急力 我不會解釋 純粹根據他們的心急力 這個發生 我們怎樣用科技去 發明這些運用 我們發展這些科技 他這樣去做 也是因為 這個角色 就是每個世的人都在採摩 基本上 每個人都只是用這個 規則 使她的性格 去行事 也是很統一的 他不會去否定到一件事 而去解決那些事件 他 London Foster 的確 快要解決這件事件 就是因爲 因為最終我今天いう tamam 我就是為了解決這個事件 去收錢 跟住收 jaar HR 大零 沒人要付錢 讓我去研究會 你 Erin Fenley 那麼 我不需要研究你怎麼發生 他目標為本,即是那個任務去做什麼,去達到那個任務就算了 亦都是叫做,如果他做出了這個性格的一個角色出來 其實你是幫到設定的,因為他性格是這樣 故事套路裡面,他不會去找一個字,不會去寫的 也不需要去解釋,這個叫做聰明,作者聰明的地方 他避重就輕,避了一些很艱深,很悶的東西 還有你也解釋到,像王安妮今天也解釋到,夢魔怎麼進去人家的大陸 你解釋不到,你問你,即是暫時解釋不到的,他索性不解,算了 靈魂姐九條的風格,他傾向於我們看日本的奇幻作品 或者歐美的奇幻作品,他是傾向於萬事屋那種的套路 他什麼委託都會接,只要是跟他專業有關 或者是他感興趣才接 他即使是很有錢,但他不感興趣,他也不會接 而九條也有個套路,有這種萬事屋裡面的常見規則 他是亂拼錢的人,完全不惜理財 所以他也會通關了,但其實他處於灰色地帶的人 你不可以說他是黑,但他也不是一個白的人 他是一個很灰色地帶的人,所以黑白兩度都會有人去找他幫忙 而任何事件都是由他這個身份 這一種其實是我們看的一種套路 其實是第三方勢力,我一直都覺得 他總本山和余陰神道 余陰神道其實就等於這本書裡面的 即現實世界的黑白兩度 這樣的情況,如果黑白兩度這兩個勢力都解決不了 這件事就用第三項力去解決 你解錯了,黑道就是余陰和本山 白道是警法和軍隊的方面 你明白,現在靈界有兩間大公司 拔不老字號,是兩間羽陰和本山 這兩間就永遠都不會倒閉 有新的企業會產血台 但他們接不來 在這裡接,但還未會外判 被狗狗的偷偷 功勞歸自己說,我們解決這件事 是這樣的,明白 本身的故事裡面 其實就是通常 剛才說過,夜行者和尤馬說過 兩個驅魔的專家 白年老字號 總本山和余陰室 通常他們都會有些 解決不了 其實狗條就作為一個非靈力的人士 他用的方法其實是 在行家裡面 是不似 你用一些 旁門左道 不是明門正宗的 用法力去韓服一些妖魔鬼 不是啊,甚至我覺得這個才是正常 如果我是用法力去韓服鬼怪的 相信其他兩家都做得到 就不用找他 如果他叫做九條就有心的話 他知道要把這門學問發揚光大 總本山和余陰室 是不用了 科學法統計了之後 如何學習你的法術 破壞你們 但是他實在太懶了 叫他立第三家 不如叫他死 他們不恥的 就是他們覺得 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你都不是用那系能力去征服這些事件 你這些旁門左道 你不應該介入我們這些專家的範圍 就是他們有那種專家的那種自尊 但是很遺憾地就是 九條就是 由故事一開始就已經說 其實他是在任何的怪異事件到他手上都能夠解決 除了三件 他只有三件解決不了的怪異事件 那這三件是他不去解決 還是某些原因他不去解決 他沒有說過 但是其實呢 因為故事裡面 他都說到一些事件 其實由第一期那裡已經開始透露一些事情 其實就算九條就作為一個 用科學方式去解決這些怪異事件的一個天才 你可以說 他有一些妖怪對他來說是天敵來的 很簡單 如果有一個人看一看你馬上死的話 那沒有辦法 那你這些 可能就是你一些沒有防備 或者是一些叫做什麼 發防靈的人 跟他一樣可能是用一些間接的方式 其實你有很多方式 可能對抗到他的這些所謂科學方法 因為他的科學方法 他都需要時間 其實靈力的最簡單就是什麼 一對一 one on one 誰靈力高就誰贏 我看到你 我就可以和你對抗了 你看到九條咒 九條咒 他打怪有一個模式 就是第一 他靠歷史 即是文獻 他看以前的人怎樣打怪 以前的文獻可能是生氣的 他推測當時他們實際用的物理 然後用什麼技術去解決 用現代科學方法 可以重現 或者用這樣的好科學方法 甚至其實在文獻上 可能記載一些錯的方法 但他是洞識到這些方法 再改良出來 第二種就是可能是新的妖怪 他還沒見過文獻 我記載 怎麼說 靠前面有一堆小竹死了 他已經死了 那這些是偵探小說裡 慣常的做法 對 像是阿雪先生這樣說 如果他是第一個 看到一隻怪 又他無處可走 身邊也沒有其他小竹 幫他頂的話 其實第一卷裡 集這隻妖怪 其實這套作品裡 他大部分的妖怪 都是用一個字 形容的 標題是一個字 但是那隻異怪 就未必是一個字 通常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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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稱呼就是 但是他的能力 其實是幾個字 就會形容到他的能力 其實剛才說到九條 剛才我們也提過 就是九條 身邊有兩位的主要角色 很夥伴 其實當不當他們是夥伴 那是勇氣和 就是勇氣 和 這兩個角色 其實這兩個角色 對於整本書裡 起一步是化學作用 是 勇氣 那種 他典型 好像是專家類型 那種 他說他心信法力 天才 也是一個天才的 司法者 其實就是和尚的法師 他在總本先生 其實天生已經有很強的法力,學什麼都很快 所以被總本山的人排制 因為太聰明,其實他有點像九條咒那種 九條咒就是他用一些常人,應該說專家不用的方法去解決這些事件 而另一個就是他太強了,強到其他人不想接觸他 很簡單,我和尚你用五六十年的功夫,你用一兩天搞定了 那你有沒有面子?我當然沒有面子,當然不會理你一顆 有些老頭的心態會在 而沙爺,沙爺開頭的角色,他的定位還沒有那麼明顯 他是一個努力家 他不是一個打工的女僕 不是,他認清了自己的目標之後,永遠都會向我目標前進 而其實這兩個角色亦都代表了總本山和宇佑神道 其實兩家,應該說這兩個角色其實深受這兩家的分圖 其實他們開頭的思想在第一卷裏面 其實他們都是代表了這兩家看事件的做法 他們可能見到九條的時候,當然有少許性格,沙爺那邊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他們可能見到勇氣開頭是對九條所用的方法 有疑問的也很有疑問 或者是覺得他只不過在裝模作樣,裝俱魔 然後等到這件事件,可能那個東西走了之後就說了我搞錯了 他可能是這樣認為,因為他也有總本山那種思維 這個人只不過是一個騙徒 不是,他就說一定要用法力對法力打死 所以才叫做,如果你用其他方法,可能躲起來 或者做其他事 不是,我同意有馬那種感覺 他是這麼小時候,一開始受總本山教育的時候 就是說,靈力高,你的法術道行高的時候 你容易解決那件事件 但是,你見到一個完全沒有法律的人 你告訴我,你解決那件事件是否騙人 純粹是一個直覺反應 還有,在開始的一件事,疾的事件 他只有一隻怪是靠叫勇氣去做事 就是勇氣去打掃 應該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 這件事是這樣的感覺 這套書其實呢 我覺得有馬會認同的 他有一些精彩小說的特質在裡面 其實他每每在一些怪異事件裡面 他的描述裡面都會留下線索 其實他告訴你 那些線索是告訴你 那隻妖怪的真身或者他的能力 是藉助了什麼 去令到他可以產生這些怪異事件出來 而我們的視點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視點就是勇氣和花爺的角色 你根本不會知道九條奏的腦子在想什麼 但你純粹就是看事件表面 那些證據等等 推斷你的事件 即是說推理小說奏不算嚴格 如果正式推理小說奏 即是本甲派 他會把全部偵探不得的線索告訴讀者 但這個沒有的 即是九條奏經常會留下一些線索 他收起來不跟你說 他這本線索還不會提的 我或者會這樣說 他這本書在第一期裡面 這是純粹我個人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得出的感覺 去到現在第七本 他都是在講 強調一件事 看任何事件 不要帶先入為主的觀念 去進入這件事件裡面 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你的主觀思維 或者你的主觀認知 會影響了你對事件的判斷 其實他頭幾期裡面 他一直是強調的 而你會看到 為何我們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 他裡面的一些怪異事件 你如果純粹看故事 那沒事了 你不去思考 其實 你不去思考 就是為何會發生這些事 這些事面臨在你面前的事 你會怎樣 你會不會當 那沒辦法 你怪異你贏定 天生怪異 那當然是對人類 那我人類當然是無助 因為我平時也是看貴谷 我比較喜歡看貴谷 我比較喜歡看貴谷 就想死精子 我怎麼打死 一出電視就打死你 我也是這樣想的 看過少數會很開心 如果我用九條策 去想一下 如果九條策 會遇到下一步 對付他 當然是猜錯了 可能九條策 有些新的想法 會猜錯了 但不是 這個過程也挺有趣的 會得罪你會有些東西 當然九條的就是他有一個信 剛才我們也說到的 就是這個世界的妖怪所產生的東西 全部是經由這個世界的物理法則去形成出來的 他們也是有積可填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樣說 九條其實我覺得是忠存於一點的 就是葉三透作者取材的時候 我相信是根據這一點 日本的故事 無論日本也好 古今宗愛的故事 這些所謂的妖怪 或者怪異 他們是一個特定的行動模式 究竟是甚麼 其實九條策略就是 我的立命中 究竟為什麼他們 一定要忠於這種行動模式去進行呢 他們是不是有一些東西 其實他們是不能夠超越這個行動模式的呢 不是 你通常找到一個 就是他行動模式的節奏 你才可以想到相應的解決方法 就是你好像他有提及 吸血鬼 打到心臟 屍鬼 爆到頭 這些已經是先入為止 不是 這些是以前的人 很多年前 吸血鬼捉了很多年 才知道有一個弱點 這個模式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刺激點 我覺得 剛才我們說 吸血鬼一定要打心臟 他的見陽光也會死 九條策略 這些其實是我們叫做 前人類職的經驗 告訴你 就是用一個測試的方式 知道這樣殺 就會殺死吸血鬼 我們用吸血鬼做例子 其實如果你說九條策 他面對吸血鬼的方法是甚麼呢 他是先了解一下 究竟 為何會有吸血鬼 吸血鬼的力量是怎樣來 是源自哪裏 OK 這些殺具的方法 為何可以殺死他 為何會有效 並不是說這種方法是可以殺死他 他不是想知道的方法 他是想知道原理 為何會怕水銀呢 怕陽光呢 他知道這個原理 他才能夠想出 其實水銀只不過是一個很表面的 因為銀器只是一個很表面的理由 其實真正可能是銀裏面的銀化學 他不是怕銀 他是研究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會說 他不是帶著先入為主 其實我們也會覺得 這套作品就是告訴你 你看任何這些怪異事件 每一次他都會用一些文獻裏面說 其實可能侄、劍、手、割、妖怪 他們過往的文獻裏面 他們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他們會看到一定會有一個行動模式 就算我們看中國的 薑師 薑師為何一定是跳的呢 你有沒有想過 中國的薑師為何一定是跳的呢 他們不會走的 即是外國才會走的 不是跑的 是走的 廣東是跳的 我現在會跳的 有些天複翼 即是中國才是跳的 即是老套一點 我們看鬼圈裏面 為何一定是綠光 不是藍光的呢 因為藍光是代表別的東西 因為藍光是代表別的東西 那時候還沒有 為何是綠光的 為何一定會發綠光的呢 你這些東西 為何總是要在你後面出現 是不是幽靈界有空氣質素的問題 所以影響光的自射給綠色 你會不會這樣呢 就會研究這些東西 這個是這套作品裏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當然你說這兩個角色 我覺得就是 勇氣和沙爺這兩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是給我們的切入點 去代入 因為你不可能代入九條咒的詩魂 反而你是一個旁觀者的態度 去看九條咒在做什麼 究竟在做什麼 或者你不理解它在做什麼 這件事其實很多時候 在這個故事裏面很多人都質疑 就是九條咒在事前準備工作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 我叫你過來驅魔 你過來跟我做心電圖測試 你沒有什麼 喝酒扣女賭賣 叫他買食物買甜食 買甜食 買甜食不關事 但你不知道是不關事的 你師傅叫你做的事 你就會去做 所以他不是算正宗的 因為是一些情報隱瞞了 因為你會跟作者說一下 九條咒在行動模式去查些什麼 他查些什麼線索 會跟你說 你不說我們不知道 其實這個怪物 我已經查完 你哪裡查回來 我們不知道 他已經查完 而且其實這本小說 很多橋段都是 我們常人覺得 那件事原來是一件小事 不值得看的一件小事 原來講出來之後 九條咒會覺得 那件事反而是重要 這樣說吧 既然他都叫做怪異 任何可能很小的東西 其實根本就是那個怪異本身的本質 它就是那件事 好像其實你看到 第一卷裡面說的疾 它也是那件事 其實它根本上 它根本上 在平面界生存的一個生物 它不能夠存在於 任何三次元空間 然後最後九條咒的方法 就是把他送上太空 等他離開這個地球 不要危害這個地球 九條咒的任務就是 就算在故事裡面 或者我們過往看的所謂的驅魔裡面 封印都叫做驅 九條咒的封印 就是九條咒的封印 就是我 送了他一個 不是 他最後其中 他是不是殺了疾 他沒有殺到疾 其實他是 沒辦法知道 他飄用那個行星 溫度救的表現正常 應該說 他解決事件的方式 就是目標為本 我們一開始說的 目標為本裡面的事情 其實好像說 去到第二件事件 其實第一件事件 你都可以說 其實是很萬事屋的感覺 即是解決不了 就找他解決 事件的進行 而你看到 第二件事件 其實是挺有趣的 第二件事件 對著這個 坐咒之血的家族 不是 最強的 最強的坐咒之血的 正常來說 應該沒有人 可以這麼把炮 在最強的坐咒之血的家族 再下詛咒 這個就是他詭異的地方 所以才是 不是 反正他感覺 這樣 你最容易猜到 因為很怕猜到 最強的坐咒之血 是自己 你看家庭八點檔 都猜到 但是有很多人 就是先越為主的缺點 自己人 怎會罪咒自己人 才行 對嗎 所以一開始 已經排除了 這個可能性 你可以看看 變成這件事 好像一個無解的題 但實際上 那個就是答案 第一卷尾 這個故事 其實講的 比較短 其實講的很簡單 一件事 其實 在前一次事件 沙耶和赤羽 就是勇氣 其實他們沒有發揮機會 因為我覺得第一篇來說 他們沒有發揮機會 是正常的 純粹就是 第一篇 借助第一篇的事件 去展示 沙耶是一個怎樣的人 勇氣 是一個怎樣的人 沙耶和赤羽 他做了莊惠 就不行 勇氣 有打過的 當然是打輸了 給了一些經驗 ESP 給九尼 當然是這件事 不是的 第一篇 所以不是說展示這兩個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現在的狀況去哪裏 而第二篇 甚至是 你說這個第二個故事 其實是說 其實他們兩個的力量 其實是 在早期的時候 反而是害了他們 是 在助就的家族裏面 其實 你去用這些力量 其實很容易 叫做被反洗 其實是被助就的反洗 我記得那個故事 說 你們睡不著嗎 我沒有靈力 我什麼事 我當然睡不著 因為影響不到我 他看不到 看不到 聽不到 我都不知道 其實更加在這個事件裏 說的是什麼 因為 對九尼的說 我知道有鬼 但我又看不到 我又看不到 我怕你幹什麼鬼 如果一隻鬼經常在你面前 你可以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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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晚上 睡覺的時候 他坐在你床邊 看著你 握著把刀 你會說 我看不到你 我懷疑你握著西瓜刀 或是拿著榴槤 一下子都在你 我是不會害怕的 你打到我來 我也是死了 我跟著報靈 我應該死了 不會 你看不到你不會死 應該沒事的 你看得到才會出事 你看得到才會沒事的 當然你說九條一本身沒有靈力的關係 他可以更加叫做什麼 事無忌大 對 去看究竟這個事件發生什麼事 而你和第一章是整個 第一章其實是九條酒本身 其實你去說第一章的集 其實某種意義上是 黑制九條酒這種所謂智慧型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物理現象 叫做光束 能夠把一個人殺死 那作為一個物理 你受一個物理法則的人 是無法有光束的 這些反而是他的天敵 你也看到九條酒 其實最終在第一章的故事裡 是受傷的 反而你說在這一章裡 都不光亮 這些反而是所謂的智慧 有定向或有邏輯的指向關係 反而是九條酒最擅長 去解決的靈魂 亦都在這件事件裡 九條酒在故事裡 如果照他的討論 他在故事中前段 已經猜到大概發生了什麼事 之後的東西都是 跟著他所猜想的事情去做 令到這件事可以出現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我覺得是 其實在第一章裡 其實是否釋了 九條酒這個靈魂者這個角色 他拘除妖怪獎 他有哪個位置是他不擅長 哪個位置是他最擅長的 去處理的地方 其實他在第一集裡面 我一開始看第一集 我會想追追這一套作品的原因 就是他已經是 他已經是表現了一個角色 他不是一個說 我賦予了 我說他科學天才 神探加利略 我已經善了所有報數 我已經知道怎樣對付他 你加坡白熟識 我知道 這種類型的 他自己經常都會說 也有些人說他會選擇捉 其實這個證明是 有些捉捉他根本不可能接 大佬 死硬 你們有法力的人 你們自己搞定他 他發放力 一去到哪裡 撞死了 所以也看到這些事件 其實在這套作品裡 通常都會有一個叫閒 一話叫閒 閒那一話就是後記 其實是後話 或者甚至乎 他的作用就是 可能一些輕鬆回 或者是 他要做為一個 駁住下一期的開頭 好像第零話 這樣的感覺 而閒這一話 通常擔當的角色 都會是 除了九條之外 就是他過往的兩位的同伴 都是總本先生和宇蔭神道 就是校園和李蔡子 其實他的角色就很像 在現在的故事 就是現時點裡的勇氣 和沙爺的角色 各個角色 各個角色 各個角色就是他過往 他們三個一起 去解決很多靈異事件 而九條獸大部分的委託 其實都是由他們兩邊 就是這兩位角色來的 而這兩位角色其實 你也看到 在第零話的時候 已經說了 他們兩個其實是選擇一些 選擇一些 可能是用神力 都解決不了的事情 甚至乎 甚至乎 直接不想去碰的 骯髒的個案 是的 接不到的個案 不想接個案 或者做不到的個案 或者是做了會對他們的明星 造成影響的案件 當然這個是給主角使用的 主角也不是很想接的 不是 在這個故事裡 其實他們是一個 頭頂有一個感嘆好的任務官 哈哈 在裡面才接任務 其實這兩個角色 這兩個角色 你也看到 他們在第一卷裡 都說這些工作應該是適合你去做 其實是 在九條推作的時候 這些工作是適合你做 這些工作 其實你也看到 也反映我剛才說的那個故事 有些工作是 你不會讓他九條去做的 你不會是 你讓他去做 就是把他推死 我就算法力很強 我法力很強 我和你一對一 大家打過 然後有一個人說 我可以是一千公里 詛咒你就會死 你法力多高都沒用 就算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崗位 就算在這個故事裡 勇氣和沙爺 都有他們做到 而九條做不到的事情 通常九條是 叫做什麼呢 管他們去做 即他的事件其實是 九條 有些是能做 有些是 他自己都認為 你見到他做不到 他會說 你讓我做吧 我去追求女士 女士會這樣情況也發生 即是我們當然不會 逐個逐個故事來說 其實大家都聽到 其實我們是概括說 這個故事的套路 其實我會覺得 這些就是 這個故事裡吸引人 吸引人的地方 吸引人的地方 除了沉船事件 是第四本 全篇之外 其實他每一本 都概括了兩個 叫做小故事 其實是分開來講的 所以其實你讀起來 就輕鬆些 半本就讀完一個事件 像是一個獨立的劇場版 即是在電影裡 看一看一看 一看一看 但他每一件事件 甚至有時候 會佈一些 我們稱為主線的復筆 這也是我剛才說的 他會跟9S不同的地方 就是9S是會 不停加新角色 去抗爭故事 這一本書 其實我見到 其實挺刻意 尤其是 去到現在第六話 都開始慢慢擴大 他也是刻意 將世界觀 不會突然之間 確度很大 去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 他覺得是 他想用9S另一個方式 去死 還是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 我看這本書 反而就是 因為 可能比較專注 是用怪異事件 去串聯 一些新的人物出來 這些新的人物 可能在 日後的故事 其實就等於 你好像看《柯南》 《金田一》 有些角色 會穿插回這些事件 會再見到他們 反而我覺得 這個就是 可以說 可惡道的 設定 可以說是 一個故事的走向 寧侶者9條 也是在走向這個方向 而他 埋下復北的地方 就是 無論 9條奏他的過去 李彩之和孝元 和他組隊的時候 的一些往事 其實會不會 就好像 你這類型的故事 慢慢 某件事件 就會刮回 這些故事出來 慢慢 讓你理解 為什麼 9條奏這個人 是怎樣去形成的 故事裡面 就是這個人 簡單來說 他是一個無賴 簡單來說 但是 也都看到 其實他是 尤其是去到第六期 那時候 其實是看到 他初出道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應該說 他不是一個這麼輕浮的人 其實你不能說 他真的 完全是一個 完全 跟電子儀器 沒有什麼分別的人 他任何事都會經過計算 去做出來 為什麼會形成這個性格 其實他是慢慢 將故事帶出來 你可以說 也都會透過其他角色的旁述 去說 這個人 究竟是 如何評價這個人 這些有時前轉性的故事 反而是 最吸引人去看 是的 其實我自己就看到 第六本 現在 第六本 你說在故事節奏上 是最吸引的 其實 而當中 你說故事裡面 其實 我自己很喜歡 它裡面有一兩個故事 就好像 講一個 蘇生的現象 即是一個死巢 對 一個死巢 但怎樣行死刑 他都不會死的 是的 這個很trigger 我看了 我看了一陣子 我剛才有猜 或者我猜 他是不是 預先知道你怎樣死 以後自己找個方法解釋 甚至乎 可能是 他跟某一個行刑的欲出 有串聯 即是 會不會造成他 無自不死刑 即是 我明知道下次會調整 我會預備定 可能會調整 不會被調整 四個方法 預備定 下次會猜測 我一定會這樣想 都是後來推翻這個想法 其實那個故事 是挺諷刺的 他得出來的能力 是由其他 一個捨心取義的人 的最後願望 可能說 這是賢者之實 整個事想完之後 那種概括來說 就是救他 等於害他 不是 阿璇先生說 當時是核膽扎刑 之後 可能 炎者之石 弄了神奇的人出來 然後 全世界的願望 就走一身 無傷無病無痛 但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 受了什麼災難 痛苦都不會補生 應該這樣說 原本的願望 是出於善意 他也有透露到 其實我覺得 可能作者 他自己對神 那種想法 其實他一次性次如 沒錯 但其實對神來說 我們聽到他的願望 然後實現了他的願望 但其實 他也說 神根本沒有善樂之分 我現在很認同 神是一股力量 一股超自然力量 你不要管他怎樣得出來這些方法 他可以做到某一些神職的行為 這種力量 帶來了一個結果 那個結果 不是他預算 他沒有預算 他也沒有預算 因為對他來說 他只是為了實現當前 這個捨身取義的 得度高震的願望 而令到一個小朋友 可以這一世人 都無災無痛 不會受傷 無病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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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個概念在裡面 其實 但他沒有包含這個小孩 因為他沒有其他 這個小孩 之後一定要走靜路 這些事情 那個願望其實是什麼 你去什麼 我就給你什麼 你到達到那個條件的時候 那個能力就發動 以這件事情 他們都是諷刺 佛祖為善 No 他只不過是實現了 就是他的信仰者 中立 那種叫什麼感覺呢 就是他行善職得了那麼久 他換領獎品 他得到一個獎品 那個獎品不會說 有善樂之分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一個現象 無病無災 他也不會審佛 他們在那種宗教學 善樂有頭中有報 其實在裡面就說 喂 這個小孩最後掌揚了 殺人無數 還享受殺人 對他來說 在這個社會上 他是十惡不食 但是 天是不會收他的 而他殺不死的原因 就是因為 天賜予了他一種力量 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是一種反諷來的 整個故事是反諷的 就是神啊 神道啊 他們那種叫什麼 不應該說大能者 就是你所說的 那些語音和本山 都是有宗教誦人的 即是你這些作者就說 行善就敵德 行樂就會受罰 即是事故頭中有報 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把他整個長生不死 有了 但這個人是殺人犯來的 是殺人的 但又沒有事 那你怎麼在乎你 就是這樣的事情 會發生 就是產生對教義上 有矛盾的事情 我想解決手法就不說了 留回讀者自己去 有興趣的 其實可以拿回這套小說去看 如果有些人 你撿得很正 是某種異常 沒錯 是自說自話的 而那種能力 他那種 你可以叫做曲解 或者他叫作作者定義 這種能力就是這樣形成的 這個我覺得是 對你來說 你信不信服他這一個理由 我覺得這個就很過人 沒有保養 有些人很看重這個 起承轉合 一定要四方面都做得好 才覺得那個故事 或者那本小說 是一本神作 因為他有很多地方 他只是有解釋 但他沒有任何驗證 即是正常來說 你講完理論之後 要驗證一下 是不是真的 但他不用驗證就做了 但他做得對 他家的問題就解決了 有時候會出了一些 可能是化博的地方 可能他解決了之後 有些地方沒有解決 故事會有些空的地方 但無所謂的故事 即使我們剛才說的故事 是第三本小說的故事 即使是之後夢額的故事 即是夢魔 其實這個故事也是很有趣 他講的故事就是 夢魔是靠你的想像 而形成就是 他怎樣可以去 某種感覺就是 他讀取了你老所有的知識 來幻化一個 你覺得合理的夢境 出來給你 如果你投入了這個夢境 他就成功了 你就成功了 但如果你沒有這個知識 就重現了這個夢 這個故事也是有趣 這個故事真的叫做什麼 去一個不應該去的人 去一個性的處女 去一個性知識 完全有曲解 性處女 性處女 上面有一個 OK 反而就馬上走 而他其實 他這一個也是 他在解釋 遇任神道無女的力量 是怎樣來的 即是 他的解釋就是生理期 不是 學女性賀爾弘的變化 不是 這個沒有說到的 他純粹是遇任神道 那時候跟他說 如果你是處於生理期 或者是你已經不是處女 你就發動不了你的能力 沒錯 但是九條就更進一步 就是為什麼 他的故事裏面說 其實九條已經是 一早已經知道劇 他們的力量如何發動 但他 不不 我也是猜的 他在故事裏面 他那種發怒 發怒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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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些力量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你說廢話 怎麼說話 那種是他一語道可 那種 其實有時候那一刻 這些位置有些爽快感 你可以說 也是戴著這個故事裏面 就是 角色對答的高潛 某程度上 他好像 預任神道那些 好像戴著面具 好像當這件事很忌諱 不說的 知道就可以了 一直流傳下去 都是這樣 當有人赤裸裸的 揭開他們的面具 好像他們變得不懂 這樣 是的 這是有趣的 這個是在這個故事裏 其中有趣的 所謂的忌諱 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在九條就面前 這些衝通 都是垃圾 你不要跟我說忌諱 直話直說 是的 而這個就是 這套作品裏面 其實你說是很多不同有趣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說 其實我們在咪前 會有通用的 其實 沒錯 可能有些人 你說可能看了幾期 就覺得 那些套路 都是因為 其實有些公式化 我剛開始說 這本消息的時候 我拿回來重溫的時候 其實我給我的感覺 沒有樹齡那麼讚賞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他的套路就很簡單 出現了一些怪異事件 黑白兩道 就是仲寬山 和余蔭神道 解決不來 就丟給九條罩 九條罩出面 去解決事件 其實套路一直都是這樣的 沒辦法 因為這次女主角很厲害 不會被人捉了 不會被人威脅 不會被人威脅 女主角很厲害 因為我會這樣想 其實所謂套路的東西 其實每一套都是 其實你應該說 你跳出 應該說 你再跳出 就是宏觀一點 你寫一個故事裡面 我寫打鬥的話 就是 敵人出現 主角輸了 修煉 變得更強 打贏敵人 更強的敵人出現 再修煉 再打敗你的敵人 都是這種狀況 清探也可以 別人找失望 或者你女朋友捱機 去救他沒事的 即使是 即使我差點說 你色情電影也是這樣 其實後下 都是有固定的公式 其實我又不是很在乎 你的公式是否黃 其實就是 你可以在這個公式裡面 你可以寫到些什麼出來 其實因為 他每次 我看這本小證的時候 他每次寫的東西 當然 他有去 叫做側重的 可能有時候 就會側重了 勇氣和沙爺那邊 幾次 一開始 就是九條 會不參與 這個事件 然後到了中間加入 或者一開始 已經是九條主導的事件 甚至有些事件 他當然都是這個套路 但整件事件 都是由沙爺 或者勇氣 他們一手一腳 如果你提到這件事 應該在說殺生石的故事 是的 那個故事也挺吸引 其實九條主導 基本上就是路人的角色 純粹就是 他可以留下一些提示 去破解這件案件 以這個 其實你說 他裡面 我覺得這種套路的故事 很容易陷入一個回圈 就是什麼 故事裡面 那些角色 不成長 就是主角登場的解決事件 你可以這樣說 而這裡你會看到 就是其實 在六期裡面 其實勇氣和殺生的角色 是逐漸成長著 應該說 逐漸接受一些 他們 原先不認同的東西 是的 他們會 他們會再抱一個 客觀 再客觀一點的心態 去看這些事件 嗯 那這個我覺得 我記得九條主導 形容這件事 這件成長很有趣的形容 就是我 跟蔡子說 你那個純劫 他正在染上這些顏色 很快會叫你阿姑姑 我記得勇氣也是 有另一段 很有趣的 段容 我記得 這件成長 因為他本身是人勢鬼 但他的思想比較成熟 反而你覺得 阿沙爺比較麻煩 基本上 有個男人裡面 他一定會被人搶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要看到 在這本小說裡面 其實也在說這件事 因為本身 總本山和余飲神道 那種是 他們遵從於 他們祖先帶來的一些方法 去驅除這些怪異 其實就是說 俗世 他們覺得 叫俗世 就是這些 很多是他們不會去碰 或者不會去攝觸的東西 但是你見到其實 在這個故事裡面 很多的怪異 其實他們是適應這個現實社會 去創造一些 他們不理解的怪異 就是反而 怪異 妖怪 在學習新事物 去創造一些怪異 更加新的怪異 其實你有些當作什麼 如果你的側近 其實你可以說 物語系列的怪異 那些怪異 他們是 吸收了一些 現實現在有的東西 你不可以再用一個 你過往認為有效的東西 去對付他們 現在這件事 可能已經是無效的了 就是你要是 每一次對付他 你都要是 終身學習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要是 你要是 逐個獨立獨立事件 不要因為他過往帶來的 而有一個 剛才我們以前的 先入為主 一個觀念在裡面 你才能夠去解決這些事 就是認為舊那套可以 照版煮碗來解決這次的事件 未必每次都可以 是的 這個是 我覺得 在故事裡 他也是帶出一個反諷 其實一些 密守成規的方式 其實會是 你認為 這個就是專業的做法 專業的做法就是 你解決這件事件 你就是專業 你解決不了這件事件 你不是一個專業 你解決不了這件事件 你不是一個專業 你解決不了事件 那這個就是 其實故事裡 我都覺得 他不是定義是輕小說的 因為他講一些話 其實你可以說 不是少年的血 其實你可以說 是 奸雜帽 有情無努力 沒有勝利 他甚至乎有些方法 是騙那隻異怪 我看到的最新的大陸卷 香港應該未出第七卷 不知道哪裏有 大陸卷裡面 其實故事更加有趣 會見到就是 九條面對一隻 就是他 更加不擅長 去應付的妖怪的時候 到最後怎樣去應付 應該說 他都是教父祿 幸好前面有一個 死了給他 不然就沒有了 這種妖怪也是他 見到這種妖怪也是他 見到這種妖怪也是他 他最不能夠應付 是最不能夠應付 幸好他沒有直接物理攻擊力 否則他會玩完 其實他都是說 我一直說 他們每一種妖怪 每一種怪異 他們都有一種自己的行動模式 他們是不能夠超越這個行動模式 超越了的話 其實他們跟常人無異 我都是說 用什麼都來殺你 這個就不是怪異 不知道是不是 怪異有怪異 我一定要用怪異 不是 你這樣理解 他這套書 有些不同的書 收穫靈異事件裡面 都有三類的東西 一 識靈力的人 就是導師和聲 這類人發生的事件 他用回世俗觀念 退回去就可以了 可以七點到八點半的劇情 第二就是妖怪 這個妖怪就是人類 地球本身生產 我們是貓妖 山妖 人類 根據物理學 貓本身可能怕熱 吃東西 狐狸精 可能有什麼特質 用回到二十分的神式 是可以的問題 第三類的概念 就是幽靈 船鬼這類 你不能用物理學解釋的東西 就是幽靈 反而這就是 九年臭最難對付的角色 應該是 他再對付第三類 前兩類是可以的 他在物理上可以解釋的 第三類才是可以的 總之以為 這三類的角色 會是靈異事件 最常出現的屬性 種族一位 所以這套書 對我來說 當然對《夜行者》來說 可能不同意 其實我覺得他專注寫這本書 好過專注寫《9S》 所以看鬼歌 我純粹是覺得作者 好頭好美 先完成《9S》的部分 不要開個心坑 就不理會舊的小說 還未完 可以這麼說 還有《靈魂者九條》 其實是有漫畫版的 有 但是出得都幾萬下的 我所知 對 出得都幾萬下 對 而這套書 其實你說 角色來說 我不可以說 他的角色 其實就真的不是很創新的 是我們經濟 《萬事屋》的類型 其實《9S》就是典型 《萬事屋》的主角型的角色 他身邊的伙伴 其實不是說有什麼 很突出的表現 特徵就是 你不會像《西美維新》 寫一些角色 不過他寫的角色是變態 沒辦法 這一套裡面 角色 你不可以說 他有一些很亮眼的特性 會讓你去見到 但是 通常他的特性 就是融入於 那個人的行動裡面 他一切裡面的行動 性格是符合那個人的行動 而去形成那個事件的走向 不會有一些很突出的行動 不符合他自己的身份 至少會過教 他不會突然之間 我覺醒了 我 《9條》就是突然間 原來我有什麼 魔力的力量 其實我反而讚賞這件事 其實他講 他的重點是一些 講異怪的事情 但其實他不是偏偏故事 都有異怪的東西出來的 我覺得 反而這件事是他出色的地方 甚至乎有些很古怪的行動 原來 是沒有異怪在參與裡面的 是 屈他 借助異怪來行一些 對人類自己有利的事 都會有這樣的事件 就是人類 剛才發的第一類事件 就是人類 所以我覺得這套是挺有趣的 這套作品 我會推介給各位聽眾 有興趣 真的可以買回書來看一看 真的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其實挺欣賞這個作者 因為他跟他支持的那本9S 我都覺得這兩本都好看的 但他走的風格 就完全是兩種風格 可以這麼說 看看自己適合哪一種 覺得哪一本好看一點 嗯 那我們今集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今集讚完一套作品之後 其實之後那些 我們有段時間都賺不到 我們下兩集應該會是 其實是挺悲慘的 其實 如果 基本上是一套片的 基本上是 每一套都淋了 的話就 純粹我們看好 那四大天王 原來都是雀仔 那我們就知道 這季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了 大家留意下一集的 舊番回顧 好 我們今集再見 拜拜 拜拜 還會過啦 我們今集再見 拜拜 回顧啦 我們今集再見 拜拜 回顧啦 我們今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今集再見 幹甚麼 systemic